本来还要过几天再录 不过先录一段 因为看到有一个搞假民调 你看现在的变化有多快 几天就有一件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可见国民两党他现在使用权力为了要生存 知道快完蛋了 在大陆找了那个NGO 就是美国什么纽约大学在大陆 联合谁搞的一个民调 然后通过南华早报放出来 说自治无统只有1% 虽然你赞成统一的是70% 还有30%赞成 22%同意台独分支 我就不相信 他玩这种假民调 20年前在台湾就玩这一套了 你看那个22% 我记得他讲他说22%同意分支 参考的数据是台湾以前赞成台独的22%开始 在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搞那个民选总统嘛 说赞成台独党人资然后22% 然后支持马上统一只有一% 你看那个数据一模一样 他那个数据完全是意测出来的嘛 跟台湾那个96年到97年那个时候搞台独跟集统 集统一%台独22%中间都是可以模糊 游走的地带嘛 那这一次搞了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去那边搞的啦 国民党在大陆搞了NGO 这就他们以前玩过的嘛 跟民进党 后来民进党也来这一招嘛 他们搞这个假民调出来的用途是什么 就是他们之前得到甜头就是 我把这个假民调弄出来 然后新闻在那边播 造成影响之后 政党再跳进去操作嘛 利用选举啊 政党利用选举在里面操作嘛 那你现在在发现快完蛋了 要被捅了 在大陆搞这一套想要阻止武统的声浪 阻止那个氛围 但是请问你这个东西 官媒会帮你宣传吗 这是不可能的嘛 你通过党华早报已经是花了很多钱 很用力了嘛 然后其他自媒体报道这个数据的时候 大部分留言都是批判这是假的嘛 这有什么意义呢 胡说八道骂声一片嘛 关键差在哪里 在台湾使用这个数据能够成功 是因为你有政党配合啊 有选举啊 在中国大陆你找哪个政党跟你配合操作这个民调 因为这民调抛出来之后 虽然说是个假民调 当时在台湾也是 说22%支持台独 一%支持统一 中间是可统可独的那种啊 那个时候有政党可以操作 有选举嘛 而且搞总统大选 他这样操作的目的就可以把你族群分裂出来 让原本没有要搞台独的台湾人 会因为投机 我讲到那鸟人心里啊 前面讲的啊 前面几讲 会冲把这个没有的数据把它冲上来嘛 补充到22%嘛 然后原本大部分都支持统一的 原本你自己去看两讲时期的民意是不是这样子 大部分支持统一的 全部给它往下压嘛 压往一%为目标嘛 你那几种社会操弄的那个手法 在老外也是这样玩嘛 玩吱吱嘛 老外在国外也这样玩过 结果老外这样玩过之后 大概后来的结果是大家都不信了 所以投票率齐低 因为那个我讲过选来选去都一样 但是在台湾这边特别发明了一种叫 逆转民意的方法 就是这样嘛 可是逆转民意的 假民调丢出来之后 你要政党选举跟进啊 因为选举 因为有人要投机 他改变意识嘛 然后在中间再分配利益链嘛 国民党去大陆骗之后 在大陆经商嘛 台湾的利益链就割给民进党去操作嘛 有利益链 有选举 有政党利益 那这个假民调就会操作起来嘛 可是假的东西永远争不了 你自己看现在 当要武统的时候 那个民调 真的有人去做那个民调 你武统之后支持台独的不到一% 登陆 而且还没有放枪而已哦 所以你要不要上战场去为台独而死 真相打回原型 真正不到一%是你啊 那我这样看来支持武统的是99%了 反过来这样数学算过来嘛 你们自己用笔去算 是不是支持武统的是99% 他现在想要把以前在台湾耍弄台湾人的那一招再用到大陆去嘛 可是你只能做第一步啊 搞假民调 而且南华早报帮你搞就行了 或者是 是什么不知情的媒体帮你搞就行了 那不知情的自媒体帮你扯一下就行了 可是问题后面的政党不会跟进了 共产党要选举吗 共产党需要操弄 这种民意基础吗 不可能吗 没有人跟共产党选吗 他最后只能搞完这个假民调之后 习近平你看见了吗 之前就扯过不是有一些 国民党收买的一些代表 在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你看见了吗 结果这个人后来当然被拔掉了 他回答你我看见了 你可以在二十大滚下去了 他用他那个方法来告诉你 我看见了 所以你这个假民调省省了 省省了 省省了 因为这以前哪来耍过台湾人嘛 现在台湾人被耍了二十年之后 到最后他那个民调一直在走趴之后 那个台独曾经有一度高涨到百分之九十 就是浅率跟深率加起来 百分之八十几 我记得是八十几还九十 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到那个民调 我说你百分之百都台独好了 干脆说你百分之百 果然后来那个民调又开始往下掉 因为第一个没有意义 政党操弄民进党在操爆调的话会武统 所以那个民调马上又被搞掉 那最好笑的是人家就直接抽民调 如果真的要打仗你愿不愿意上战场 那是真台独哦 说你要为台独而战吗 大概不到 大概就百分之一啊 然后发现百分之一太难看了 在灌水进去啊 你那个民调好啊 那个NGO玩的那几套啊 没有用啦 反正大陆又不需要选举 又没有政客要投机啊 你那几招 没有什么大用了 那现在 我去一个吃饭里 这我们镇上有个老板 大陆来的吃饭 然后跟我聊了一些事情 那他就有就有讲 他说这个哎 他认为也快了 他认为快了 他也问过他的朋友 在在解放军里面做将军的 叫做将军的 他说 现在主要先把美国人搞 给他的看法了 他说把美国人搞到他下去之后 这边一定会动 他是这么看 他说他说 你看到我这个台湾人他才敢讲 他说你放心 他说会动的 我说欧拉斯好 会动的 他说这个玩不久 他说你这个把戏 已经被拆穿了吗 没有用了 所以我说阿龟啊 你不要再玩这种无聊的 那种假民调的把戏 这是你以前 骗台湾人可以了 因为你可以搞选举嘛 你会甚至你拿总统都拿来选嘛 那自然有人会投机过去 去支持那边 然后你就可以去用媒体去洗脑嘛 在大陆后面的 那个程序配方 你不能用啊 没有给你选啊 就是不可能给你选啊 所以你这乌龟金 难怪当初要把你这乌龟金推翻了 你看我就看一下我社群 那个三大怪圈 国民党搞出来的三大怪圈 社群写的 当初就是要把你推翻 就知道你乌龟王八斤 到最后一定会玩这种把戏去耍人嘛 耍到国家都会完蛋啊 不可能的啊 所以不可能 你这个民调 你自己去爽吧 结果台湾媒体果然自爽 拿着这个民调在自爽 那个大陆老板 他给我提供一个观测点 我到底可以跟各位分享 他说你看一个就事情就知道了嘛 国民党主要的 因为我跟他讲的那国民 国民 台独自国民党跟民进党 这样配合搞的嘛 那他说 你看一个观测点 就是他说国民党主要的利益 从大陆的那个贸易经商 还有包含观光客那些 就是赵绍康那些人讲的 赵绍康 你看他的 你知道他的节目就知道了 他既要用那观光客 他很早就盯着 跟大陆两岸往来的那个 贸易利益 包含传统产业都是 最早这些都是他们的买办 利益集团的那个利益分赃者 那他们在大陆得到好处 他在台湾玩的那一套 蓝绿转圆戏之后 罪责都是本土的人扛嘛 我们是华人支持 我们搞台独 然后被大陆文攻武贺 然后还要被你蓝的演戏 在那边闪嘴巴 然后再 再搞一 再被自己本土的人迫弃 因为本土我讲过 鸟人根本就不想要玩这个嘛 那我总要得到好处啊 都你在大陆那边当好人啊 先前啊 那他先前 他就要把一些传统产业的利益 包含政治 政治上的 还有一些传统产业上的啊 还有一些媒体的什么资源啊 这种乱七八糟的 这种就让给民进党去玩啊 利益分赃啊 他说你只要看一点啊 他老老板说你只要看一点 你这就是现在大陆那 ECFA会一段 为什么蓝的特别紧张 不只是梧桐的气氛 关键还有他们的利益被动到了 那个ECFA里面的很多利益 其实是蓝色的人在掌握的 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很多 那 从 马英九过去到 他一直不愿意 ECFA照样还是要被喊停嘛 哪怕蓝的一直说要多开通方向啊 恢复经贸关系啊 他大陆的那个高次还是一步一步给他断掉啊 那他就知道他已经开始踩蓝色的利益链了啦 他说那踩蓝色利益链的话 代表他也知道你这个就是假的嘛 他不会听了啊 要讲随你去讲啊 也不会听进去了啊 那你们就继续去演吧啊 他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是对 我认为对代表 利益链都被踩光了嘛 那就 就 就踩嘛 继续踩 踩到他断断嘛 那个蓝色就急嘛 想要赶快回来就这个原因 赶快回来执政就这个原因 你的谎言没有用 所以我建议呢 你的乌龟王八斤 行一行啊 你之前布置出来那施施入扣的利益链 人家都已经看透了 把你剪断 看你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把戏可以玩吗 他说 他的意思是把美国整趴下去 就会动了嘛 他说现在目标是 打击那个想要干预台海的外国势力嘛 他说只要这个一弄 这种下去 好 那就看 看风格吧 因为做事风格而已了 做事风格 如果是我 我们的想象 当然是 你越快越好 清华大学被网友投诉到国务院的事情 你们清楚了吗 而且呢 人家实名投诉 我觉得网友投诉的特别好 清华大学说出科学无国界的时候 你最后一点两知就已经被毁灭了 你太让我们国人失望了 你们怎么好意思说科学无国界呢 当你能把那个芯片要回来吗 美国为什么制裁华为 为什么要制裁我国史书大学 为什么美国制裁的名单里没有清华和北大 为什么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出去了很少回来 扛着科学无国界的旗号 邀请和我们有血海深仇的日本来研究我们的科技 日本都禁止中国科学家进入 而你们却邀请他们进来 到底是愚蠢还是你们别有用心 建议主国清查 希望大家可以团结一致 抵抗这些汉奸卖国贼 你看一下 我先前我记得有时候要投诉北大清华 北大清华应该要投诉他 这个是汉奸学府的疑似性太多 里面藏污纳沟太多了 要清 这个最好清华就关掉了 果然有人去投诉 不错 最近我觉得不错 我的那个天人感应的那个 还有蛮多人 大家一起配合 这个才能发挥效果 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很爽 确实是应该要直接投诉国务院 但里面有太多问题了 你看大陆最近为什么闹了那么多事情 冰淇淋事件 一个宝马 其实那原本是小事 但是 让那两个人被开除和整个企业道歉就好了 可是还有后续的处罚嘛 就不饶嘛 把你宝马就给你给 然后再加上 后来的那个什么 偷口秀乳军的事件 对不对 还加上很多乌龙的报那个举报 结果即便是乌龙举报 官方还是要出来澄清 说明这件事 那才过去啊 那结果再加上最近的那个国泰的事情 国泰航空香港 香港特首亲自都跑出来啦 要道歉要怎样 然后通心洗手 为什么那么多一而再再而三 你自己去琳琅买目归纳一下 有些我不记得了 也太多了 代表他底下的老百姓 其实眼睛看着是台湾的事情 因为你看他 你看他一直叮的都是民族主义的议题 就知道了 啊冰淇淋 啊为什么没有吃冰淇淋 怕怕怕怕 然后把那个开除 然后说这个事 啊 然后脱口秀 然后还同心殿啊 去搞那个同心殿永久关闭嘛 啊还抓了间谍不是吗 那个间谍好像还是那个什么 那个有双面双重 双重的那个啊 双重国籍的啊 还有官方关系的啊 双面间谍 啊你可以去看一下 残月跟老兵的那个标题就知道了 我没有去划 你可以去划一划 偶尔我会听啊 我也会去听他们节目 但是看一看就知道 近近期发生很多类似这种事嘛 他一直跟你报嘛 我告诉你这不会停的 直到你把台湾拿下来 不然他不会停的 他会一直弄 现在他举报 清华北大 我觉得很好 说里面有汉奸 确实 确实是 那这个这个事情 他们跟你一直闹 闹不停 不是那个兰州大学 还有个乌龙报 乌龙举报嘛 老师没有那个意思 他一直说 你你侮辱抗美援朝 结果 虽然后来发现 只是个乌龙事件 举报的人被 被处分 可是问题 校方 很怕 这被扫到台风尾 还是出来解释嘛 说 这是个乌龙爆料事件 乌龙爆料事件 为什么会一直报 你就照真正的民意了嘛 我讲 所以前面那个民调 他的民调 民意表示方法 不是用那一套的啦 不是用那个 那个孜孜的那个数据 拿来操作 唬弄人用的 他的民意表示 就是这样子啦 一个一个报 一个一个报 然后一直叮不完啊 那你叮不完啊 你他就是 像古代的皇帝 假设 揽政 或者是很懒 然后就 就会有那个 陈子一直上书啦 然后底下 跟你闹很多事情啦 逼到 逼你出来做事啊 这个明朝遇过最多 你可以去找一找 他就一直 给你上书 上不停就对了 天天 天天拿起笔来 想到什么 就开始骂什么 骂到你 哈哈哈哈 出了出来搞 出来搞 他表达办法就这样 所以你 你那个在国内 一而再 再而三 类似这种啊 什么抓脱口秀 抓同性恋 抓冰淇淋 抓国 国太空姐 男的女的都抓 大家一起啊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 这个是不会停的 直到你把台湾给他解决掉 解决掉 我还划到一个短片哈 就是短讯息 因为我目前很多节目 有一些节目 我把它放在那个 已经放在 微信 视频号上面 你自己过去看 我就不都说了 自己去找我的微信账号 视频号 那我划到一个视频号 讲的是 那个温铁军的 演讲的一个片段 温铁军应该知道了 这也算是 接班我老师的那个 的一些名人 温铁军 那他 在那个 公众 我看了一下 他应该是写集的 但他讲了一个玛雅的事情 我就不录了 因为他讲玛雅的事情说 我们西方人说 玛雅灭亡之谜 他事实上是谜吗 是因为西方人 不想要面对自己当初 当初灭种的那个行为 自己的那个很恶劣的行为 所以才讲谜 那我们中国人有必要说 他是谜吗 你同样是原住民 我觉得你都跟到 你的话题都跟在我后面 都很慢了 温铁军 一直一看玛雅是什么 看我两年前的那个影片 我已经很超前了 而且现在超前到什么程度 已经跟那边要复习 那个 跟大陆没有邦交的 那个维地玛拉 维地玛拉 那个原住民 他跟我我跟他聊了短暂聊了一下前面我两两年前两三年前的那一段 那个那他说我我也有同感我要我他现在很努力在恢复 然后跟华为联络吗 因为他是华为养那个一个主管 底下的人 专门做那个 那个视频他之前在油管视频也有介绍他 就联络 他说他他现在很努力 但是他说他每天都有接那个上千的人来浏览他的那个复兴工作 那里面我就不要讲太多了 但他也跟我讲一个要利用美国衰弱我们一定要怎样怎样恢复 对 我都超前到这种程度了 你还在那边说什么灭种不灭种 那个当然 他温铁军这样做也对了温铁军这样讲也对了 也对了 他至少是做中国人这边自己的正确史观的工作嘛 对 那他也是 他真正有意义的是要在那边给他戳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改变历史 郑和没做完的工作 现在来做嘛 那就不用航海过去了 去年年底 任正非在华为内部会议终于出惊人 到处卡了芯片脖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 是我们中国人 对此很多人不理解 但事实的真相却令人心寒 如今华为5G专利数超3000多项 全球第一 只不过因为卡新缺芯导致华为损失惨重 细心的网友发现 卡住华为的芯片公司 很多都和华人有着密切联系 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某达 连某科等企业都是华人掌舵 除此之外 全球最顶尖的材料 科学家中前六名都是华人 五个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最后都到美国校里 然而 这只是报道出来的 还有很多没有报道出来的顶尖天才 也在美国定居了 局部完全统计 硅谷吸纳了两万余名清华学子 平均每年有近六百人到硅谷工作 对此中卫半导体公司创始人尹志尧表示 自己在1984年进入英特尔工作的时候 里面大多都是华人脸 美国人倒是很少见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 而是人才不断流失 反而成了别人家的武器 所以认证非倍感心痛 发出肺腑之言 卡了芯片脖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 是我们中国人 为了解决肠痛 任正非在西工大开设鸿蒙生态班 当时有人问他 为什么不选择科研水平更高的清华大学 这也是呼应我前面的 现在有人要指控那些 有钱的那个 有钱的人 有人也是要继续抓奸细 暗示了 你看那个影片就知道了 要帮任正非抓奸细 国内的一些老板 好 好 赞成 但是 讲到这个芯片发展的一个 一个 突飞猛进 我最近才写了一封信 就是用传统信件 写给那个 一个朋友 我就有提到 就是做六门十字那朋友 我就有提到说 下一波的那种 就是等西方文明垮掉之后 下一波的 2053报的那个点 会是什么招数 我大概知道不出来了 那你现阶段其实 这因为我们 我们只要回推20年前 因为我在信中有提到 你回推20年前 那时候还是20多年前 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你们应该有印象 你们20年前 那个时候用的是传统手机 那时候就觉得很不错了 才刚普及 那现在你看 才过20年 什么平板 那种讯息快到什么程度 然后慢慢 有一些传统信件的事情 你就不会去做了 就不会写信 因为有了这种 更方便的替代品 但你回去看我的那个 微信引号 就可以知道 时间胶囊的意义是什么 我只能提示到这里 那基本 信件的 很多真实的功能 你就不会去发展出来 也不会 就算有人从里面找到 那个 跟玛雅人有关系的 那张十 十马原则的票 你也演绎不出来 因为没有 没有社会的那种 背景 大家都不写信嘛 也不会有共鸣 就算你这么操作好了 因为它不 它是刻意的 它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下 出现的 那即便你找到这个票 你也自圆不起来 可见 我看到前面那个 美国人操作 把华人的这些 经营吸过去 又是清华 吸过去 那个芯片人才吸过去 然后卡你 可实质上 如果我前面有说 它真的有要卡你吗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 它逼你 自己创作出来 这话就变两说了 就任正非 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自我培养人才 做出一个 芯片 自己国产的 这已经是 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已经是必然的了 那 这一定百分之百是好事吗 哦 所以美国人这么做 还有那些汉奸 虽然是可恶 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要卡华为了 虽然这些人可恶 但 我们也要有留个心 就是我前面提的 真的是在卡你吗 会不会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运作 就是我前面讲的 让你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回不了头 因为你 那下一波的杀招就你就不可逆了 因为我前面举的一些在影评那些五大资源性面文战役的一些内容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适当的踩煞车到无所谓 就是芯片发展出来就好了 我不一定要很高端 能用就行 以防回不了头 因为原因 当你 你现在仔细 你来看 全世界那个 讯息的那个基础 工程 基础 基础建设 谁最强 连中国人都已经知道 不要说老外 都是你自己 中国最强的 那 已经是最强了 却还搞这个 已经是最强了 哦 这有两出了 就是千万不要 中他那个 问题 中他那个问题 当然我认为 这个 对的仍然是任正非是对的 错仍然是那些卡任正非脖子那些人是错的 但 并不见得一定要 把芯片搞得多强 你美国人想要拿这个玩具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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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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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那些喜欢留在海外的那些什么清华学子 不是吧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那我们自己要不要弄出来 那我们自己留个心眼 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因为这确实 因为真正 你看我 我想到那件事情的时候 开始要找人写信 来操作出这个票的时候 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 怎么会这么快 20年而已 才是10年而已 已经没有人来陪你玩这个玩意儿了 大家都手机了 在我那微信公众号那个视频 27年前的那个东西 启发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知道 传统信件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可是 已经没有人去写信了 所以我问了两三个大陆朋友 你给我地址 我写信过去吧 他说我都不知道地址是什么了 我要去查一下 然后他我在想 那就没有这个环境了 就算我跟他操作 把这个票找到 属于那个始码原则的 也没有这个环境可以练出来的 没有社会环境 也没有共鸣了 没有多少人会共鸣了 那基本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件事情 就是这条路彻底把你堵掉 就是让你不要发现 或者发现也没有用了 不会有共鸣吗 这就我讲的 不要一头钻下去 这才叫最高明 这才叫最高明 所以你美国人想要封锁 芯片 那就假装给你封锁好了 但是你说美国人想要阻挡 台湾不被统一 这坚决不行 那一定要先把你美国打趴 美元霸权弄垮 让你美国的衰弱是不可逆 那我再来 我就要收台湾了 就要收台湾了 然后还同时 那个温铁军讲了那个玛雅的事 温铁军都讲了 不过你跟在我后面 跟的太耍的太慢了 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是在计较名利 那你温铁军要共襄胜举 那我当然希望你成功了 他讲的那个 如果你们有划到那个视频的话 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下关于这个什么通讯器材的那种芯片的突飞猛进的一个疑虑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 你找到我找到的那个类似什么通用传统通信的一个时间功能的那个东西 那个是绝对对我讲 我以前提的绝对不可以给人类知道的嘛 你人类不适合拥有这个玩意儿嘛 也就是为什么 玛雅文明会放在那个有问题的大陆嘛 我以前提过了嘛 有空间杀的有问题的大陆嘛 这太敏感的东西 一个一个一个玩意儿了 那手机通讯这种 除非猛进看上去很先进的科学的东西 可以在短短20年爆发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虚项 让你得到利益 可是里面的时间功能就没有了嘛 把那个路给你堵住 那你说这滑不滑的来 那当然华特来啊 堵住你人类有可能往这方面演变的能力嘛 然后那个能力到最后 是会在下一步走阶段的时候垮他的嘛 那当然把你导引到这条路上比较好啊 你后面才会垮他 他就等于有点像是古代功臣有一招 功打绳子 你他会挖洞到底下去 就挖隧道在底下去用木头把你撑撑 把你替换掉你的根根基啊 然后放火烧让你垮他 之前那个韩棒的片子 我以前引评了韩棒的那个片子就有 那个李世民打辽东城的那个什么 你去看一下 那就是古代功臣的一个招 这个招式也是很典型的啊 就把你的根基给你替换掉嘛 让你觉得这很好 这实在是很好 可是到最后 一把火这个东西是会垮他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垮的 而你也回不了头 大家享受到这个便利 哪有那么容易就就就就放掉 让你现在过没有手机的生活 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可以啊 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尤其 呃女生更多是没办法 年轻人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这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啊 特别注意的 对不对 对不对